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观众朋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 都问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不速之客闯入英国空军基地 险些和台风战机相撞 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使飞机偏出跑道 那么这样带来的附带损失 我们还就不好说了 美国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还动起重启核试验的念头 并要将核弹部署至波澜 这息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再废了再退了再不续签 你告诉我 即便天空开放 你还核查啥呀 有啥个核查的 一系列危险举动和想法 严重挑战全球战略稳定 如果核能力继续向前持续部署 那么等于核能力的刀尖 也抵在了俄罗斯的胸膛 一旦美国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门槛 就有可能会导致 全方位的这种核军备竞赛 军事专家陈虎 杜文龙 防兵 魏东旭 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纵览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空军5月27号举行新组建的 第18飞行中队成立一事 该中队代号为飞行子弹 与第45飞行中队飞行匕首 一起部署在印度南部 泰米尔纳德邦的苏鲁尔空军基地 第45飞行中队是印度空军首支装备 印度国产光辉轻型战斗机的中队 而第18飞行中队是第二支 光辉轻型战斗机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研制 2015年开始在印度空军中服役 该机型最大起飞重量15.5吨 使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发动机 最大速度1.8马赫 使用声线16000米 航程为2000公里 菲律宾海军5月23号发布消息 该国从韩国购买的和赛黎刹级护卫舰首舰 和赛黎刹号当天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港口 将于6月正式服役 这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艘现代化先进护卫舰 对飞海军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舰满载排水量2600吨 采用隐身设计最大航速25节 主要武器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 西北风便携式近程防空导弹和海星反舰导弹 2016年9月 菲律宾拨款3.3亿美元 与韩国现代重工造船厂签约建造两艘护卫舰 并命名为和赛黎刹级 和赛黎刹祖籍福建晋江 是菲律宾民族英雄和国父 以国父命名足以见得菲律宾对该级护卫舰的重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22号报道 俄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办透露 俄陆军部队已装备最新的履带式2S35联盟SV自行火炮系统 该系统最大载弹量为78 火炮口径152毫米 射速超过每分钟10发 可使用由俄罗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格罗纳斯制导的精确炮弹 该系统主要性能指标超过现有国外同类武器 联盟SV旨在摧毁对手的火炮阵地装甲装备 以及指挥所野战攻势等 可打击的路上目标几乎无所堵包 俄罗斯乌拉尔机车车辆厂集团公司新闻处26号又表示 该集团旗下企业正在进行轮式联盟SV系统的首个小批量测试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 大家看 今天军事专家陈虎老师将在线 为广大观众和网友答疑解惑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激光武器平时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到 那么这种极富未来色彩的武器离实战究竟还有多远呢 美国海军最近给出了答案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太平洋舰队5月22号发表声明称 美海军波特兰号两栖船物运输舰 于16号进行了舰载激光武器试验 成功击毁一架无人机 美太平洋舰队称 这种激光武器的全称是固态激光武器系统演示器 功率为150千瓦 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联合研制 波特兰号两栖船物运输舰指挥官卡雷桑德斯上校称 有了这种新型的先进能力 我们正为海军重新定义海战 不过俄罗斯军事专家西夫科夫 在接受俄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 现代激光武器需要理想的天气同舰 这在海上极为罕见 即使稍稍的雾霾 也会使激光光束的效率下降数倍 因此激光武器用于海上作战的机会 目前极为有限 宁夏殷川的网友谷蒂反击提问 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这次测试舰载激光武器 没有选择一般的军舰 而是选择了两栖船物运输舰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两栖类战舰不光是排水量大 而且它有比较大的人员舱 车辆舱 所以大量的试验人员上舰 和大量的试验设备装备上舰 都比较方便 当然美国海军做这类试验 实际不光是有这种大型战舰 中小型战舰也有 比如说之前就曾经用过阿里伯克级事故 陈老师 美国海军人士称 激光炮可以重新定义海战 对此您怎么看 以这次试验为例吧 它的最大功率有了一个比较大的齐声 跨越了百千瓦这个门口 但是我们看它打的目标是一个低机动 低速的一个目标 而且激光束是在目标上 持续照射了几秒钟才造成的破坏 这个显然离实际作战的要求差得还很远 更何况实际作战当中 你要充分考虑到恶劣天后 雨 雾 云等等这些的影响 所以现在看呢 要想真正进入实战 恐怕它这个激光炮的功率 起码还要提高一个数量级 那么这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而且即使成功 它所能担负的也仅仅是一个 禁具防御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改变海战规则可能有点想多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 军用机场一般都是戒备森严 严禁靠近的 不过呢 最近英国某空军基地 有三位特殊来客突然出现在了 台风战机的起降跑道上 差点酿成大事故 英国太阳报近日公布了一段视频 内容为英国林肯郡的 科宁斯比皇家空军基地 两架台风战斗机正准备从跑道上起飞时 突然有三头未成年的野路横穿跑道 从两架滑跑的战斗机之间通过 庆幸的是 当时战机正处于低速滑行 没有发生安全事故 机场安全人员后来帮助野路离开了机场 用镜头捕捉到这一罕见场景的目击者 詹姆斯·费内利说 这一幕让他非常震惊 他敢打赌 飞行员也会感到震惊 据介绍 险些撞上野路的台风战机 每架造价约90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7亿元 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快速反应小组 专门用于应对紧急空情处理 对于这三头野路 是如何突破重重关卡 闯入英国安全性最高的空军基地跑道 科宁斯比基地已经展开调查 云南楚雄的网友平胡有子提问 科宁斯比空军基地 号称是英国安全性最高的基地 部署有快速反应部队 为什么会被三头野路突破防线 这是不是说明这座基地的 部署形同虚设呢 不能说人家部署形同虚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它戒备的主要的目标 并不是野路 一般来说呢 机场戒备的目标 主要是针对一些人员 天空的一些各种目标 鸟类 那么至于说地面的这种 比较大型的野生动物 一般来说在这个地区应该是很少出现的 那么一般呢 在机场上无非就是外部设一个围栏而已 所以说野路闯入恐怕也是围栏 年久失修出现一些漏洞 但不能因为这一个事 说明这个机场就不是戒备三言了 因为毕竟它的各种的保护的设施 还有应急的部队都在那摆着呢 陈老师如果不走运的话 正在跑道上滑行的战机 真的跟野路撞上的话 会有多严重呢 如果说在你滑行的初期速度 还没有上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影响应该还不算太大 但是如果是在高速滑行段 那么这个时候创上一个这么大分量的野路 那么对飞机造成的破坏恐怕就比较大 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使飞机偏出跑道 那么这样带来的附带损失恐怕就不好说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去年12月17号入役 半年多过去了 山东舰近况如何呢 我们带您了解一下 5月29号下午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 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根据年度试验计划安排 中国海军正在组织山东舰进行海上试验 结合开展相关科目训练 此次训练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提高航母训练水平 进一步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此前在5月25号 有大连的网友拍到 山东舰离开大连造船厂的画面 5月27号 央视军事报道节目 报道了山东舰的相关消息 山东舰副舰长林永玄表示 对于航母官兵来说 就是要尽早形成单舰整体能力 尽早融入编队作战体系 努力把我们的航母建设成为一艘 能打仗 打胜仗的战斗航母 河南洛阳的网友洪波涌起提问 辽宁舰与山东舰轮流出海 是不是表明 我国航母目前采用的是 一艘载航部署 一艘载港修整的模式呢 现在下这样的定论可能回事上早 因为我们走上航母之路 毕竟时间还短 特别是国产航母服役的时间还不长 恐怕还有大量的试验试航的工作要做 另外有一些战术的科研摸索的东西也要做 所以说现阶段航母最大的一个工作量 还是自身的科研试验和基础的训练 同时呢也要配合整个航母配套工程的许多的科研试验工作 比如说这次山东舰出航 我们注意到它就是从船厂出航 那么这说明之前回厂可能就做了某些相应设备装备的调整安装 好的感谢陈胡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山东舰的服役使中国进入了双航母时代 令国人无不倍感振奋 近日魅族联合中传文科推出了魅族时期航母限定版 作为献给热爱海洋热爱和平的年轻人的礼物 以梦为剑热爱起航 作为魅族第一款5G手机 魅族时期航母限定版打磨了超过两年的时间 从内到外重构热血旗舰 将顶尖配置和优雅设计融为一体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高品质的5G旗舰体验 魅族希望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见证祖国的日益强大 同感海洋和平的美好 好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美国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还动起重启核试验的念头 并要将核弹部署至波澜 美国的天机和空机的侦察能力非常强 即使它退约之后 也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间谍卫星 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进行这种侦察 一系列危险举动和想法 严重挑战全球战略稳定 不光是要强化美国的核武库 更新美国的核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重大因素的退群 来挑战国际裁军秩序 也是美国的选项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卡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 近期全球战略稳定再度面临严峻挑战 先是美国驻波澜大使放出风声 称美国不排除将核武器从德国转移到波澜 接着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紧接着美国媒体又爆料称 美国政府内部日前讨论了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 那么美国为何屡屡做出挑战全球战略稳定的举动 这些举动一旦成真 对国际安全秩序究竟会造成多大的破坏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杜文龙 房冰 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据俄罗斯报网站5月18号报道 美国驻波澜大使穆斯巴赫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如果德国希望降低北约的核能力并弱化北约 那么一直明确履行自身义务 具有风险意识 且位于北约东义的波澜可能在本国部署这种力量 报道称早在2010年 德国议会就曾对签出美国核弹的问题进行投票 最近几周来 德国议会再次激烈讨论美国在德国境内部署核武器的问题 对此美驻德大使兼代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理查德·格雷内尔发文 猛批德国政要破坏北约在核遏制方面的共同努力 而波澜方面则积极准备接收美国的核弹 早在2015年 波澜国防部就宣布 打算请求北约在一项特别计划框架内 将美国的核弹部署在本国 为了拥有核武器载具 波澜在2020年初决定花费近50亿欧元 购买35架能够用于投放B61战术核弹的F35A战斗机 对于美国放出不排除在波澜部署战术核武器的风声 俄罗斯强烈不满 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我方希望华盛顿和华沙意识到这一声明的危险性 这使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本就不那么好的关系被激化 同时威胁到已经因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单方面行为 而削弱的欧洲安全基础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不仅在北约的五个国家部署核武器 而且还有所谓核共享协议 这公然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该条约规定不能将核武器直接或间接地交给非核国家管控 此外美国将核武库从德国转移到波澜 严重违反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 如果美国果真将核武器部署到波澜境内 会对欧洲的安全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出击呢 杜老师 如果部署在德国的B-1-12核弹向波澜前置 那么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将是空前的 之前是常规能力的刺刀尖 已经抵到了俄罗斯的胸塔 如果核能力继续向前持续部署 那么等于核能力的刀尖也抵在了俄罗斯的胸塔 再加上美国已经在波兰捷克和罗曼尼亚 部署了陆基周斯顿系统 所以今后在近距离内 北约和美国将会形成 剑与顿双重组合效应 那么同时对于欧洲地区 也会产生新北约和老北约在作战能力 以及与美国关系上的巨大分裂 目前一线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相对紧密 二线国家像德国英国法国与美国正在渐行渐远 如果主要作战兵力和能力 持续地向前线转移 将会对欧洲的板块构成重大影响 所以今后一线国家 包括一些新的北约国家和老北约国家的矛盾 会进一步加深 美国在驾驭两大板块的过程中 会出现若干失控的因素和风险 我们看同样是美国的北约盟友 德国希望把美国的核弹移走 而波兰则积极主动地要接收 黄老师 为何北约内部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差别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甚至可能也是美国有意而为之的这么一个结果 你比如说老北约这些国家 他们通常不愿意更多地去渲染 或者说激化跟俄罗斯这种安全和军事上的冲突 而愿意更多地去发展跟俄罗斯的经贸的关系 你看典型的就是德国 我这北约二号油气管线 我一定要把它建设下来 这是他们典型的心态 为什么 你天天美国在这渲染我们北约跟俄罗斯这种对峙 你要把中岛把核武器部署到我这来 最后倒霉的是我 俄罗斯的中岛可能打不到你那 打我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人家想明白这个事了 另外一方代表 就是像波兰这样的国家 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恩怨 包括跟苏联冷战时代那几十年 在苏东集团中跟苏联 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关系 搞得不是很融洽 再一方面 他们作为新加入北约 也是新加入欧盟的国家 更多的在经济上 包括在安全上 有求于美国要抱美国的大腿 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这样的国家 作为美国来讲 那是最好的一个扶植的对象 你要从这个背景去看 你就知道这样一个举动 你看一方面 同样是美国驻这两国家大使 一个驻德国的大使 公开的敲打德国 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 你们怎么能不买我美国的飞机 去挂我美国的核武器 德国过去用的是旋风战斗机 现在这个飞机准备升机换带了 人家欧洲搞了个台风战斗机 我用欧洲台风战斗机 挂你的核弹行不行 不行 美国不给你升级这个软件 我软件不给你升级 你那飞机就挂不了核弹 那挂不了核弹怎么办 你只有买我美国的飞机 才能挂我美国的核弹 那德国人当然不干嘛 你看德国内那个态度的表示 非常非常明确嘛 不让我带核弹是吧 行最好连核弹一起撤走 连美军一起撤走 另一方面 驻波兰大使马上出面 放到我这来 有意思吧 他能这么说 波兰政府中肯定是有一定的力量 这个亲近美国 愿意把美国的 同一把美国的核弹机 有可能转移到波兰来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你看拉一派打一派 但是从波兰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 可能要考虑考虑 这种行为 你冲上来跟美国当枪使 注意啊 你离俄罗斯可是比德国更近啊 那么俄罗斯一旦反制的 这个头一波打到你头上来 老实讲变成一片焦土 那可能就不是德国 而是你波兰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 做这些决策之前 要慎重的好好想一想 据悉 目前美国在北约盟友 德国 比利时 意大利 荷兰 以及土耳其 部署了约150枚B-61航空核炸弹 B-61核弹 是在20世纪60年代 冷战高峰时期发展起来的 并于1968年装备 此后 这款核弹一再升级 最新升级版B-61-12核弹 将替代已过期的部分旧式核弹 原本计划于今年3月投入批量生产 不过因故退迟 B-61-12核弹 可内置于F-35战斗机弹舱 主要用于执行战术核打击任务 也可执行战略任务 该弹采用GPS加灌导复核制导方式 原概率误差可控制在30米内 爆炸的TNT当量 在300吨至5万吨之间可调 以达到不同的打击效果 B-61-12核弹是美国最昂贵的核弹 400枚造价高达110亿美元 这项计划也是美国核武现代化的核心项目之一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B-61-12核弹将成为美核武库中最致命的核弹 一旦投入使用 不仅对俄罗斯 而且对其周边国家安全都会造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B-61-12核弹并不是美国研制的唯一新型核弹 今年二月美国海军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田纳西号搭载的三叉戟2D5型前射弹道导弹上 部署了5000吨TNT当量的W-762核弹头 W-762从现役W-7601核弹头改装而来 自研发到生产周期不到一年 美海军每艘俄俄亥俄级核潜艇 能搭载20枚射程达1.1万公里的 三叉戟2D5型前射弹道导弹 每枚导弹通常携带最多8枚 10万吨TNT当量的W-7601核弹头 或45万吨TNT当量的W-88核弹头 而最新的W-762核弹头的部署 则意味着美国海军重新拥有了战术核武器 无论是爆炸当量可调节的B-6112 还是W-762都体现出美军日益看重 所谓低当量战术核武器 黄老师 为什么美国会重新重视起战术核武器呢 好的 之所以最近美国对这个战术核武器非常重视 甚至开始专门开发一些新型的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 毫无疑问就是要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门槛 门槛低了带来两个效果 有一个就是我可能真的是威慑与实战并重 另外一个实战 我们讲代引号的实战不一定真跟你实战 但是我威胁随时要准备用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跟你打实战 这一点你从这个前后两届美国政府 在这个核战略上的很多态度 你这个很多细节之处你可以看 你比如说前政府奥巴马政府 他明确提我的战术核武器 只用于对对方的核武器进行核对等的怀疑 换言之对方不动核 我也不会动战术核武器 我不会用战术核武器去对付你的常规攻击 甚至包括生化呀等等 其他这些所谓只要非核的攻击 我一概不动战术核武器 而现在你看美国特朗这个特朗普政府 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 完全就是扩大了他的范围 你生化武器攻击 甚至大规模网络攻击 我都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反制 所以我觉得从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降低量是一个使用门槛 也许他未必真的是要这么干 至少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但他至少这么威胁你呀 另一方面本来战略核武器的对峙那 那种场子全面的这个军备精彩拉开 我再给你开一套战术核武器 你跟不跟 不跟我就是全面的优势 你又会受到几下 跟你的国力你的军力 包括你的军费 你觉得你还扛得住吗 我觉得这也许才是美国真正的想法 美国有些人声称 低当量战术核武器毁伤效果小 没有那么危险 真的打起来 低当量核武器和大当量核武器 真的有差别吗 魏老师 我认为低当量核武器和大威力的核武器 究竟有没有差别 还是要看它的应用场景 如果是世界末日级别的这种核大战 那肯定是核弹的威力越大越好 那么核弹头的威力越大 那么它的毁伤效果和毁伤的范围就越广阔 所以一旦到达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它使用的一定是战略级别的核武器 但是如果是在局部战争当中使用 那么并不是这种世界级别的军事强国 进行这种核大战 我相信美国它更愿意使用低当量级别的战术核武器 在常规战争当中应对一些地区的军事强国 那么针对对方的一些作战部队 甚至包括主要的军事基地 进行这种定点的核打击 那么核辐射的烈度并不是特别强 毁伤的范围也是非常可控的 它自认为使用这样的一种小型的战术核弹 能够让对手尽快的屈服 那么尤其是针对一些还没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那么采用这种低当量的战术核弹 对它进行威慑 对它进行打击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军方进行探讨的一个核心话题 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核武器 一旦美国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门槛 就有可能会导致全方位的这种核军备竞赛 既然美国可以用 那么其他的国家可能也会突破这样的一个底线和红线 那么对于全世界而言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现在美国空军的F-35A隐形战斗机 已经可以在它的弹舱内部 去装这种小个头的小当量的这种核炸弹 针对一些国家 针对它的战略对手 进行隐蔽式的这种核突袭 那么以前无论是什么样的核载具弹道导弹也好 或者说是轰炸机也好 可能大家都有预警时间和反应时间 现在把这种低当量的核武器和一些隐形战斗机进行结合 那么这种核突袭方式 或者说这种隐身化的核突袭方式 大家确实不得不防 美国不仅在积极进行核武库的更新 现在更打起了重启核试验的主意 当地时间5月22号 美国华盛顿邮报 原以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 本月15号在内部会议上 讨论了是否自1992年以来 首次重启核试验的话题 这次会议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但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该提议很大程度上将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一报道不予置评 但这个爆炸性消息 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执行理事 达里尔金布尔对华盛顿邮报说 倘若美国重启核试验 将被视为打响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的第一强 据报道 1992年9月23号 美国在内华达州试验场进行了第1032次 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不久 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签署法令 暂停核武器试验 1996年9月 包括中美俄英法五国在内的184个国家 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有报道指出 尽管美国已经终止核试验20多年 但其核武器的研发从未停止 据不完全统计 自1997年以来 美国每隔几年进行一次亚临界核试验 至今共完成近30次 亚临界核试验只使用少量武器级布和浓缩钥 由于试验时核材料没有达到临界质量 因此不发生自持链式反应 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核爆炸 美国进行亚临界核试验 在理论上并不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是完全违反了这个条约的精神 在5月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是国际核军控体系的重要支柱 该条约虽未生效 但禁止核试验已成为国际规范 我们敦促美方承担起应尽的义务 恪守承诺切实维护条约的宗旨和目标 多做有助于维护国际核财军 与核不扩散体系的事 不要在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杜老师 美国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重启核试验吗 目前看美国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美国是全世界计算机模拟核试验 最好的国家 但是目前美国的核能力 正在向其他方向转移和发展 比如像低当量核弹的快速生成 包括部署和打击效果 目前几乎都是问号 像B61-12核弹 包括W76-2 像这种弹头的爆炸威力 杀伤效果 美国并没有太多的数据去进行分析 所以从目前看 实战效果需要实际的时报功能进行检验 这个点为美国高中看入 同时如果美国在核试验方面进一步孙口 对其他大国也是一种威慑 如果把冷战期间全方位的核竞赛重新开启 其他国家要不要跟进 如果一味的跟进的话 很有可能会在新的军备竞赛中 被拖垮在路上 所以目前看 所谓的重启核试验 不光是要强化美国的核武库 更新美国的核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重大因素的退群 来挑战国际裁军秩序 也是美国的选项 除了讨论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之外 美国最近的另一项举动 也引起了轩染大波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于5月22号向开放天空条约所有签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知 美国国务院2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认为继续作为开放天空条约成员国 以不符合美方利益 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该条约 除非俄罗斯方面能重新履行这条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指责俄罗斯违约 称这是美方退约的原因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3月24号签署 2002年1月1号生效 共有包括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在内的34个签约国 该条约允许签约国对彼此领土进行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 执行侦察飞行时 观察国只需提前72小时通知对方 并在飞行前24小时提供飞行计划 自2002年至2019年 开放天空条约签约国之间 已进行了超过1500次空中侦察 这也成为欧洲在冷战后加强军事互信 增强军事透明度的重要举措之一 美联社报道称 其中大多数侦察由欧洲签约国实施 多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上空 2018年以来 美俄开始互相限制条约的执行 俄罗斯限制美军机在加利宁格勒等地 集队俄军事演习进行侦察 美军则禁止俄罗斯飞机飞越夏威夷 和多个美军基地 美国政府宣布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后 欧盟22号呼吁美方重新考虑这决定 比利时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外交部 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将继续执行该条约 不过他们也附和美国的论调 要求俄罗斯解除飞行限制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说 北约成员国正与俄方接触 寻求俄方尽早重新遵守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不仅会损害 本国及欧洲盟友的安全利益 而且将使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进一步丧失互信 也令军控体系更加岌岌可危 纽约时报指出 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为拒绝延长 明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做准备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要求每个双方 将各自的核弹头削减到1550枚 发射装置和轰炸机等运载工具的数量减至800件 其中已经部署的运载工具数量不得超过700件 该条约是美俄最重要的核军控条约 也是两国间硕国仅存的军控条约 俄方此前已多次提议美国就续约问题进行谈判 但美方对此仍未表明态度 开放天空条约是一把双刃剑 美国难道不担心退出后自己的情报侦查会受到影响吗 魏老师 我认为撕毁天空开放条约 美国主要是想进一步的恶化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因为一旦终止了双方的合作 美俄之间的军事互信就会出现进一步的下滑 双方的敌意也会变得更多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不是美国一个孤立性的动作 后续它很可能会迫使更多的欧洲国家退出这样的一个条约 因为美国在很多欧洲国家是有驻军的 包括在一些东欧国家可能还要构建反导阵地 如果东欧国家还在这个条约的限制当中 那么俄罗斯的侦查机同样也可以对于这些美军的设施 进行这种空中的查证 所以它自己退约之后 很可能也会迫使其他的欧洲盟友进一步的退约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甚至可以说美俄之间的关系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倒退到了冷战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尤其是美国后续可能也会在东欧地区 部署一些针对俄罗斯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比如说一些中程的弹道导弹 或者说在陆地上发射的远程的巡航导弹 都可以有了一个更好的掩护 俄罗斯方面对它进行侦查 对它进行识别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美国的天机和空机的侦查能力非常强 即使它退约之后 也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间谍卫星 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进行这种侦查 同样也可以使用远程的侦查机 包括一些无人机 在俄罗斯的周边区域进行活动 正是由于在侦查的技术 侦查的手段方面 美国处于优势 所以退约对它而言 并不会影响太多的这种情报搜集和情报获取 美国一边动起了重启核试验的念头 一边启动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 杜老师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战略上的联系 开放天空条约的退出 是美国又一次退军行动 实际上也加剧了与俄罗斯的军事紧张关系 如果在重启核试验方面 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所以双方的所谓互信关系 已经荡然无存 目前看美国具备了对俄罗斯 全方位的侦查能力 之前的开放天空条约 只是每年42次 在俄罗斯境内 进行非武装的光学侦查 但是看到的 只是俄罗斯想让它看到的 不想看到的东西 根本也无从获取 但目前美国天军的发展 特别是各种侦查卫星的联网 已经无需开放空中条约 可怜的信任关系 来维系每个关系 所以今后大国竞争 要求从不同角度全方位 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所以重启核试验 和废止天空开放条约 只是两个主要因素而已 今后还会有其他的措施 快速跟进 美国在军控和防核扩散领域 屡次毁约退群 此次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会不会给岌岌可危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盯上棺材板上的 最后一颗钉子呢 房老师 还需要钉最后一颗钉子吗 这个新削减战略和武器条约 到现在为止 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定论 因为俄罗斯方面 还在做最后的争取 甚至把自己制作出来的这张 我们讲这个高潮因素武器 这张牌 我先把这张牌做出来 我再把这张牌打出去 我甚至可以拿这个作为筹码 拉你美国回来 重新再谈续签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美国人的口风很紧 几乎没有回旋的意义 所以我说 如果说这个棺材已经盖上的话 还需不需要钉的最后一个钉子 你觉得意思还很大吗 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如果彻底的被废掉 不能续签的话 其实所谓的开放天空的协议 早已经成为一纸公文 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双方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是战略核武器 之前又有个中导条约 有这两个条约在 才存在一个所谓开放天空吗 互相核查吗 现在中导退了 以后全面发展了 这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再废了再退了再不续签 你告诉我即便天空开放 你还核查啥呀 有啥可核查的 都没啥可核查了 你觉得这个天风还要开放吗 所以我们讲吧 这个开放天空的一个协议 如果现在美国还即便不退 它即便不退 保持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个样子 只不过给欧洲那些所谓的盟国 一个定心丸而已 现在看美国连这个定心丸 最起码呢 哪怕是做过的样子的定心丸 都不想再给欧洲的那些北约盟国吃了 而是摆黑了一个架势 我就要是准备跟俄罗斯撕了 你们最好跟我一起跟他来撕 我觉得现在看应该是这么一个情节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方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